好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女生她留言说 今天我自己做了一个蛋挞 但是发现烤出的这个蛋挞皮特别的硬 硬到什么程度呢 像饼干那么硬 而且它这个硬还不酥脆 所以就不像外面买到的蛋挞 是起酥的一层一层的 但是咬开之后 它却能看到一层一层 请问这个坚硬的蛋挞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好的 然后听问这位观众的问题之后 我会觉得说 以我的经验来看 第一步可能是说 它在制作这个酥皮的时候 黄油可能化掉了 因为像制作酥皮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黄油软化到室温的 这个差不多一个温度 它是软化 但它不是化掉 那可能是说它经验不是很充足 可能黄油化掉了 揉进面粉里的时候 面粉和这个油的配比就失调了 然后这样再烤出来的时候呢 虽然黄油化了 但是它并没有起到一个起酥的一个作用 然后还有一点呢 我想可能是说 很多我们自己在家做甜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粗糙 比如说把这个饼皮摁进模具的时候 底下和旁边的这个厚度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旁边的已经碳掉了 底下的可能还没有熟 这也是一个原因 然后最后一个原因 我想可能是说烤蛋挞的时候温度不对 那可能我们需要到网上去查 有的配方的时候 我们要可能做一个参考 比如说到170度到160度之间 我们可能也要根据自己家里的 这个烤箱的大小 做出一个上下不超过10度的一个调整 那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家的烤箱 有相对来说的一点的了解了 谢谢我们的杰斯明 就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三种可能性 所以你们在做这个烘焙师过程当中 蛋挞算是难的东西吗 因为我刚才听的云里无里 我觉得挺难的 这个有技术含量吗 它其实主要就是在于那个酥皮 只要酥皮好了 其他的是没有任何奶流的 以前我去那个体验生活 拍美食节目做这个蛋黄酥 也觉得这个酥皮还挺麻烦的 我记得好像要两种合在一起 它才能起到一个 就是面皮和酥皮还不一样 所以你回顾一下当年 你刚刚做烘焙师的时候 你会在网络上 比如有没有什么好的网站 还是在Google上怎么搜一些东西 可以得到这种配方呢 你是用什么方法 我其实这样可以推给大家一个 比较好的APP叫夏厨房 哦我也用哎 对这上面的配方还不错 夏厨房里面用那个做甜品也是好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哦而且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些就是DIY的一些黑暗料理啊 什么的就是加入自己的一些巧思啊 这个mix的非常棒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日式蛋糕 烘焙师我们的Jasmine Jo 然后也希望你生意兴隆 多多做出更多更健康的这个甜品和蛋糕 来造福人类 谢谢你 好拜拜 谢谢谢谢 拜拜 嗯